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身在法国的中国二胡演奏家 他是法国的艺术与文学歧视勋章的获得者 他同时也是世界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二胡演奏家 除此之外呢 他还获得了第五届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等等很多奖项 另外在全球在宣传推广二胡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就一起走近他 大家好 我是女法二胡演奏家国胆 我现在在法国的家中 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国外宣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音乐的一些小众 我从四岁开始学二胡 我的父亲是沈阳音学院教授 中国一代二胡大师 郭俊明 从小我就追随我的父亲学二胡 在明月传播上 父母都给了我很大的资讯 我之前是过去的 您的歌聲非常嬲 great 我真的希望你去過過一期中國 再受 реч 好,再去過一期中國的墻壁 還有東西 今天的оном暗示,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在南、南、北、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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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北 我們也看到和他的中文文旺可以帶來 他的大陸的電影 在當中中的靜音聲 我們看到美國的中文旺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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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世界更多地去了解了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正像国感老师所讲的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 对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 那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强大的祖国